两名中国语球运动员涉嫌补球操纵比赛 被禁赛两年 北京时间5日 世界语连官方宣布 对涉入体育呈现案件的两名中国运动员张宾荣 朱俊豪处以禁赛两年的处罚 中国语协随后回应称 将进一步加强赛风赛季的管理和监督 坚决杜绝假球 补球和操纵比赛等违规维绩行为 中国语毛球协会表示 近日收到世界语连关于中国运动员朱俊豪 张宾荣在2019年的国际比赛中 违反了世界语连反赌球 及操纵比赛结果法的调查结果 世界语连决定自2021年8月13日开始 禁止朱俊豪张宾荣参加所有语毛球相关的赛事 活动二年 中国语毛球协会完全支持世界语连的决定 并根据调查结果 立即对二人做出相应的处罚 取消朱俊豪张宾荣第十四届全运会的参赛资格 二年内禁止二人参加中国语毛球协会所有的赛事 活动并要求二人所在单位依照相关规定对其做出处罚 为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比赛环境 维护羽毛球运动健康发展 中国羽毛球协会将进一步加强赛风赛季的管理和监督 加强对运动员的教育和管理 坚决杜绝假球 补球和操纵比赛等违规维绩行为 吃光的颜色 儿的颜色 感谢观看